字幕提供 我们终于来到的是这个总冠军赛对决我们万年树敌克里布兰骑士队 那这个球队呢我先给各位看一下他们整体阵容啊 Elton Brand Ethan Davis Darius Garland Eli Okobo Zock Collins Isk Bunga 哇Isk Bunga我觉得 没有啊我看一下Isk Bunga如果把他改到3号位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 他会再增加2点那我把他改3号位好了 我觉得他这样子还不错啊 之后我把Isk Bunga要来搞不好不错啊 因为他一年目前感觉不会都太贵啊 大概一年一千多万就可以打发走了 嗯 Isk Bunga我明年会想要他看看 没问题 好那除此之外的话 我今年我想做一个辨证 我觉得 给各位看一下我这个阵容变换的有没有道理 首先这张威廉森 先给各位看一下现在这个能力啊 各位有没有看到控球86平分 那这个86平分的控球意味着什么事情呢 呃没有错 各位想的绝对没有错 我这边想要让这样威廉森打一个控球中锋 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当时大家一直说他这个能力是可以打控球中锋的一个情况 那这边让他打控球中锋的话 让他去对位这个Dyros Garland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3号部分的话 我想把这个 CAMELO RATISH把他拉上先巴 CAMELO RATISH这边是203公分的一个身材 那他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这三个后场组合给各位看一下 201公分 198公分 加203公分 这样的一个身材很棒 说实在很棒 那这个辨证我觉得会让我们整个阵容变得 更可怕 更加的恶心 那BANOVICH我之所以想把他放在替补的话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替补的进攻火力还不是那么的够 把BANOVICH放在T5方面的话我们整个进攻火力会再更上一层楼 这是我对这个整个阵容的一个理解 那这样我觉得我可以直接开发出这张威德神整体的这个得分能力 因为我觉得他外线三分球实在是不太够 但是他如果能够直接带一步进去扣篮 或者是持球后分球 我们这整个阵容我个人认为会有更加的一个打法 再加上给各位看一下我们这边这张威德神在控球组织上的一个能力 还有加速自拍 哇一个这样威德神的加速自拍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再加上 金牌的十美分还有金牌的闪电第一步 然后烟雨控球也有银牌 控球组织上也有银牌喔 那我说的时候他打控球中锋是真的非常非常适合 然后防守又是你看 哇看 哇 好多的自拍 中间能力也是 不在话下也是非常非常的顶级 好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先来模拟一下 模拟个前三场感受一下 对方的这个强度是如何 好第1场比赛我们 感觉是输的吗 感觉感觉应该是没办法 应该是 应该是输了 没关系 我们再来第2场 我们应该是不会 连续三场都输的 我们先来个 1对1 可以 OK 差10分 那再来个第3场 第3场的话是2比1还是 2比1啊 我们来看第4场 第4场的话我希望至少是可以打个2比2平手啦 好应该是 这场应该是赢得轻松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 我要打第5战第6战了是不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第5 哦干 哇 第1截我们直接 38比26这个分差 是多啊 真的是很屌 哦 超级大胜利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看一下这 应该会是 哦 哦 这边的话我觉得 应该也是 我进去模拟一下我把这 最后一场比赛给打完 我把今年的总冠军拿下来 5連8之后 我想再进行 一些这个球队上的操作 然后我们再结束今天的影片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直接进去比赛里面吧 好今天这辆威尼森拿下24分 12投10中 哇 这就非常非常厉害了 这辆威尼森 好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一场 OCOBO 这边拿下 然后给KAMELO RADISH 这边切入可以进去 上篮要个反规 没有问题 KAMELO RADISH ALECENDER 队位是 我不知道这是谁啊 看一下 ASKBONGA GG 手到 拿下 先给这样 这样KAMELO RADISH ALECENDER进去 传球 上篮好球 拿下拿下 切入 手到 哇哟 火锅 火锅这边又被他拿到球 再个外线再回给 手到顶 拿下 时间到 哇我们这个铁血一般的防御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硬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边这一把 闪电地步切入 先给中间再给外线 第一角 三分球 哎呀可惜 这角都可惜了 OCOBO这边给TOMAS 这边挡拆之后 没有机会 这样威尘真的是可以把外线直接锁死耶 哇吉林中投 这球好球 好这边 挡拆之后给外线 二四控球切入 mismatch 电步 好球直接中投进了 好给外线 OCOBO ALECENDER挡拆之后 这边直接锁到 顶了 哎呀这边 被他拿下来 锁到 球给 再给 再给 mismatch 来来来 直接打一波 进去 上篮 轻松 好这边 球先给这样 你过不掉我的 你过不掉我的 来扣篮 上篮好球 哇 太神了 这个组 哈哈哈哈哈哈 哇今天命中率真的是 九成吧 这九成的命中率了啊 看他这样 看一下 这边后退一步 这边选得出手 这边不可能 拿下 这边进去 上篮 有吗 这个 侧边的一个进去切入啊 好球啊 没超到 可恶 有干扰到有干扰到 拿下 哎呀可恶 刚刚原本想直接空中接力啊 结果没有接到 守到底 100%干扰 进都进不了球 哭了 进去 上篮 轻轻松松啊 我的妈呀 骑士队真的是没得打 105头55中 整体命中率高达5成左右 Alton Brand Alton Brand今天基本上没有任何表现啊 他也没办法表现啊 火锅干你头上 啊 这边差一点 切入上篮 绿打 我们这个阵容好可怕 把这样的位置拿来打一个控球中锋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做法 看一下 要换防 转身 穿个外线 X个蹦嘎 没劲 嫩 外线 切入 冲头 可以吗 好球 哇 又就是Alcander这边得分的也是爆棚啊 哇我们 这外线三刃组真的是我觉得未来的基石啊 我觉得不能动啊 好啦 那我们今天也是顺顺利利的拿下了这个总冠军啊 我觉得 这只总冠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简单啊 太神啦 我打江威廉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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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 我真的 一开始没有想到我把江威廉森换过来之后我们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个 这么可怕的阵容你知道吗 江威廉森打一个控球中锋之后我发觉我们整体进攻真的好顺 因为江威廉森他整体得分能力本身他有十美分 又可以格人扣篮又有三分外线你也不能放 然后整体防守压之王也是金牌 怎么打他都是顺 他根本就是跟神一样般的存在 而且跟近区切入的那个对抗性他也完全有的 他力量基本上我记得是99平分啊 然后扣篮主性也是99啊 那加上Shunkyo just Alcander马来打二号位 简直就是一个错位级别的一个打法 那这个情况下真的 哇 我们的阵容 OK江威廉森这边是拿下这个 FMAP啊 我们真的是各种换耶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啊 哇 太神啦 江威廉森肯定做梦都没想到 一旦来了之后我们这边这整体跟鬼一样啊 哇 真的很棒 我们都拿了五连霸啦 我都不想讲啦 太神啦 好啦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 S&Device今天得下37分18篮板 易助攻恶超解恶主攻 虽然表现 知全能啦 但是我觉得啦 他实在是我觉得 Anson Davis很难受啊 他真的是 带回起这些队友啊 L6COPO直接得他16分3篮板3助攻 但是他 16投5中耶 Alton Brain也是16投6中耶 哇 万千三分球还不错啊 但是 他们整体得分基本上被我们压到死死了 他们真的很难做事情啊 你今天可以看到我们这队友神得下28分18篮板6助攻2主攻的表现 万千三分球还有4投2中 然后并且你看他这个命中率 14投12中 跟他妈鬼一样 那我们今天这个替补出身的这个 Dabanovich也是得下23分4篮板8助攻1超解的一个表现 三分球命中率也有大概4成左右 也是非常非常的棒 这个Bonga这边摆2号位我发觉他真的是 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硬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想法也是很不错的 那这边BOBO跟TAOS还是一样啊 今天篮板枪比较少只是比较意外 但是三分球外线居然是三投二中啊 也是还不错 那么今天得下总冠军之后 我觉得我们要来 对内部进行一些 稳定我们这个阵容 让他变得更好的一个策略啊 我们要来实施一下 那看他今年退休的名单 喔 他自从在家里面那个 浴室滑倒之后 那个左脚跟剑受伤之后 他就再也就回不去了 哇这个我觉得John Wall非常非常可惜啊 George Hill也40岁了 哇Rudy Gay也39岁了 这些人都是 海上坏赛也退休了 Steven Adams这边也退休了 这个这个就比较尴尬 比较可惜 而且我也没办法退回啊 我也没办法退回 因为我退回过啦 Larry Ness Jr你也退休 你退休个B啊 你你你你 先别退休 你还没那么快 John Wall 哇 华盛顿巫师队 他也是在华盛顿巫师队打了16个年头 那也是蛮厉害的 他都没有转过队啊 非常非常棒 好 我跟你讲 废除奢侈税上限 对我们而言的话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现在 联盟每一个球队 全部都超过了这个 奢侈税上限啊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世代了 我们不能有所谓的 豪华税 奢侈税 这个对我们整个NBA的看头来说会更棒 哈哈哈 我们一旦没有这个东西之后的话 我们就会变得跟神一样 好那我们今天在热斗选秀的话 我们拿24名 那24名的热斗选秀的话 我想一下 我们直接来热斗选秀的这一天 潜力新秀 选到一个 208公分的一个 小前锋 确实啊 我们正宗缺奉献 好啦那我们这边 一样是选这个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 应该 还不会到太差 好那还有74平分啦 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 我们慢慢练他 有机会可以把他练成一个 很好一个球员 我想试试看看能不能压他的薪姿啊 但是 好像我觉得 压他的薪姿也没有用 也没有意义啦 我们这边就直接 能开顶心就开顶心给他啦 没有问题啊 我们现在没有收纸税嘛 对不对 多爽啊 我想干嘛就干嘛啦 哈哈哈 好啦那我们 这个自由市场第一天呢 肯定这样为人生 超顶心趣 训约 每一年 给你 4000万 最后一年 给你 5000万 最顶心续约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样威廉森 有你最好 可是我觉得最后一年我给你 球队的这个 选项啦 因为最后一年 他的那个薪姿 在报告太夸张啦 那我觉得这样子 应该对我来说 你会有意愿吧 应该会有意愿 Imonibats 可是 除此之外 这个Howardwriter 肯定要 续回来啊 他给你一年850万啦 我觉得 差不多啦 850万一年 然后 Targo4 Targo4肯定也回来啊 只是我给你一年 我给你五年 一年 1400万 Targo4 Targo4 都回来 那这边的话 Benchero 就继续拉回来啊 只是Benchero 一年给你 2900万 好不好 我觉得他一年拿2900万有点 有点太凶了 但是 没办法 那当然 这个 Robert Covington 当然是可以啊 我外线房子还是有A加的 那我觉得 可以啊 好一年给你500万 好差不多啦 好啦 那我们在今年 目前是负债快 一亿啊 不过没有关系啊 因为今年我们已经没有任何 奢侈税的那个惩罚啦 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我们今年真的是可以 随随便便想弄什么弄什么 真的很爽 所以在最后的话 我们基本上 阵容没有任何改变 基本上阵容没有任何改变 我反倒是觉得这个 Targo4 他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啊 目前是92平分啊 Kamoradish 这边上升了一平分之外 外线防守也升到A加 那这个Dabanovich 这边是外线防守也升到B减 我们整体而言的话 真的都是慢慢的在提升啊 然后 虽然这Kamoradish下降 但是 除此之外 他们不太会上场 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们这个整个阵容 正在朝向六连霸 迈进了 我们这个 很可怕 很可怕的阵容 那我们这边 外线防守肯定得升啊 他现在只有B加 肯定得升上去的 这边目前是81的评分 那除此之外的话 外线防守 这边的话 好我们现在 Shun Gilgis Alessandro 他外线的防守 是97平分 就是硬给你升到99 爽 就是硬 没有问题 我们升到99之后 他变跟鬼一样啊 真的 只要他是99平分 我们基本上就是 像我这样的打法 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那这边最后一个 我是给这个体重训练啊 我觉得这个Terence Taos 他本身的这个 力量 只有87平分 我想让他 再变得 更强一点 他近区的对抗性要更高一点 让他增加5%的体重 然后并且让他 获得4点的这个 力量 我们的阵容 我们的阵容 就问你怎么输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可怕 好可怕 好那在这个赛季的话 我想要做一笔交易 这笔交易案的话 就是我一定要把Howerwriter 这个球员给交易掉 因为他一年里面 占了2125万 这样的钱虽然对来说 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 但是呢 就是这个但是啦 因为现在没有所谓的奢侈碎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只要 拥有一个人的大鸟拳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是 确定可以拥有这个球员 那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啦 有一个球员就非常非常适合 我们这个体系 我们已经有三个人在先巴控球了 詹安威廉森 Shun Gilgis Alessander 以及这个 Harmel Radish 那我们还差一个人 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关键 那也就是我们的 没有错 Aizek Bonga Aizek Bonga这个球员 之所以是我们体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的三分球有85平分 然后并且他的控球能力也是顶级的 那这个情况下他已经成长起来了 而且又是203公分的控球后卫 这个情况下 我们该做什么呢 我们必须交易 但是交易之前呢 我们必须先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在Howerwriter 在1月15号之前 是没有办法被交易的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必须等到1月15号 在他之前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们整体的战绩吧 我们基本上在整个联盟里面 我们可以说是碾压性的 把大部分的球队 全部给打下去 你看看我们 每一场基本上都是 赢个2到30分 甚至40分都有可能的一个成绩 哇 我们这个战绩真的是 傲视群雄啊 但是这个情况下 我们还是追求 我们这整体阵容的进步 自从没有奢主催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顧虑的 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 2027年的1月15号 那这一天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Howerwriter 给交易走 好那我们首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交易案 那这交易案里面的话 我们心之上是 基本上是匹配的 那我们这之间的话 只是一些可能 筹码上的不同 我们来看一下 三个都给你 你还不要 那这个情况下 我可能给你一个 状元签 所以他需要 Tony Brandley 你要我三个选求权 这个就不可能了 好啦你给我这个 Jefferson好不好 Jefferson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吧 应该没有差吧 一无所获 你也真的是蛮贪心的 哇你还要我这个 好啦多给你一个选求权 我觉得还可以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 Tony Brandley 我们这边是耗了两个 首轮选求权 跟两个 二轮选求权 去换 这个 但是对我们来说 体系上的一个 能力的话 我们会变得更强 所以我觉得 再加上这个我们 刚要来这个新秀 把他交易走 我觉得 没有任何问题啊 好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进行这把交易 那我们这笔交易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整个阵容 成为神鬼一般啊 好啦那这边的话 我们替补阵容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Aiskbonga打控救后位 Dabanovich打二号位 三号位的话 我这边应该是 给这个 Eric Pasco 四号位给这个 Power Benchero 跟五号位的 Taco4 Aiskbonga打三号位 我们的替补阵容都有个90平分的 而且基本上 哇这个阵容 我们先发已经 无药可救了 这个就是 神鬼级别的一个阵容了 大家看替补我们这个阵容 莫斯王朝 还可以再 站个十年 绝对不是问题啊 当时这个 Dabanovich 真的是神来一比啊 有了他之后 我们这 整个阵容真的 变得跟鬼一样啊 那我们今天的话就先做这笔交易 我们目前的话是整体战绩 32连胜 我们 还有机会可以再变得更强 但是 我希望我们 下支影片 我们再来让这整个 弱斯王朝 看能不能再多做一些交易 让这整个 更加升华 更加的可怕 更加的无人能挡 好啦那我们本次的影片的话 就喜欢这个地方 如果各位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有关下下方的电话 并且按下小谈 随促规众我们最新的影片动态 然后在此也 祝各位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